木质残具如何清洁、消毒、去异味? 为了健康安全,很多家庭都会使用木质锅铲和木质汤勺 但是你会发现就算每次用完立马清洗干净 时间长了还会累积一些较难清除的玩够 如果状况太高高建议换一只新的 若是状况还好,就可以利用一些方法来清洁 消毒这些木质餐具,并帮它们去除异味 跟着学习来吧 1. 冲洗 每次用完木质汤勺、木质锅铲等用具后,就用温水去冲洗它们 不建议用清水浸泡的方式,因为有可能会造成细菌滋生 并导致木质用具在日后产生裂痕 清洁这些木质用具时,建议使用中性洗碗精 搭配手、洗碗海绵或是其他不会伤到木质汤勺、锅铲的清洗工具 将它们清洗干净即可 不建议将木质用具放进洗碗机器 因为快速红干的功能可能会对这些用具的表面造成损坏 将木质用具清洗干净后 建议用干净的毛巾将它们擦干后再收起来 而不是让它们自然风干 2.去除屋子,清除异味 小苏打粉和柠檬汁不但可以帮木质汤勺、锅铲等用具消除异味 还可以清除较难清洁的污垢 先将一小时左右的小苏打粉倒在一般尺寸的木质用具表面 小苏打粉的用量要跟着用具的大小来增减 用具的尺寸越大 小苏打粉就多加一些 用具的尺寸越小 小苏打粉就少加一些 接下来就把柠檬汁挤到小苏打粉上面 或是不使用柠檬汁 直接将小苏打粉跟水搅拌成膏状后 敷在木质用具上面 然后用手指或干净的布去轻轻摩擦用具的表面 让小苏打粉和柠檬汁渗进去 可以的话摩擦方向最好和木头的纹路一致 最后再用清水将木质用具冲洗干净即可 若是污垢没有完全清除 可以重复以上步骤 直到用具全部变干净为止 如果污垢太顽固 也可以在小苏打粉中加入少许的粗盐 3. 过碳酸纳 除了使用小苏打粉和柠檬汁 也可以用过碳酸纳这个成分的清洁剂 来清洗这些木质用具 只要将一大匙的过碳酸纳放入约一公升的水中 或依照商品包装上的指示来做 再把木质用具放入水中 然后动手 抬棉或布局擦洗用具后 让它们泡在水里几分钟 除了清洁还有杀菌的效果 最后用温水将木质用具冲洗干净后 再用干净的布将它们擦干就可以了 4. 醋 如果木质用具的异味有点重 也可以用醋来做清洁 醋去除异味的效果会更好 只要将热水和白醋一一 一的比例混合后 再把木质用具放入醋水中泡30分钟左右 最后用热水将用具冲洗干净并擦干即可 5. 保养 若是发现木质锅铲 汤勺等用具的表面变粗糙 可以用砂纸稍微磨一磨 再帮这些用具上一层油 只要利用厨房纸巾或干净的毛巾 将矿物油或蔬菜油涂薄薄一层在木质用具的表面 然后放置20分钟后 再用干净的厨房纸巾或毛巾将这些用具擦干净就可以了 定期帮木质用具上油的话 还能帮助延长使用漆线窝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